天气越来越热了 就是慢慢的到春天了 万物复苏的季节养什么花都行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 什么花春天开 它夏天也能开得好好的呀 有的花说好像只有荷花 还有一种花 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叫蓝雪花 它不怕热不怕晒 它除了怕冷没别的毛病 只要光照给足 这晚上背好活 而且随意的你去这种编织 就是你想编个什么形都行 你也可以这种编个棒棒糖起来 下面的枝条给它露干净 做个棒棒糖起来 也可以很柔韧 也可以做各种的花篮造型 大辫子都行 开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花期也很长 整个的夏天 你就看到它会开得像蓝色的海洋一样 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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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非常皮脂和豪洋 那第二点呢 就说到咱们说的浇水 任何时候它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全国各地都可以地载 广东也可以地载 但是冬天嘛 就差那么点意思了 它耐低温能力就很一般 五度以下可能就冻伤了 用土这一块呢 跟普通的茉莉都一样 用一些松软的土 它的根系呢 会长得非常的强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它下面的根系 长得非常的粗壮 是这种木质的一个根系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对土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什么松针泥碳椰康 来者不拒 根系很壮 很棒 所以说生命力强就是强在这儿了 根系会很棒 肥料这一块呢 以开花的肥料为主啊 就是花朵朵二号这种 如果说大家没有的话 花朵朵一号 奥驴一号 或者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啊 或者通用的肥料都可以给它整上 或者淋酸二氢钾 因为开花嘛 还有呢就是说 咱们日常的时候呢 在养护的时候 还要注意一个修剪 开完花以后呢 你要不修剪 它就一味的光长长了 就长得特别的长 因为这种东西是顶端开花嘛 特别的长 就是上面有两朵花也不好看 可以剪 怎么剪 随便剪啊 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您就随便剪 剪下来呢 可以随便擦的玩 非常皮实和非常好痒 对了 这个呢 我们家里面 现在店铺里面也有瘦了 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 可以每天早上十点半 来我直播间 来solo一下蓝雪花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大一 也不错 先点赞 拜拜